嗨嗨嗨 肯舟说说 今天来到第12集 今天来聊聊我上礼拜参加的 GET吉他教学论坛 到底在干什么好了 这个创办人是刘云平老师 他有一天半夜突然间打给我 跟我说他有一个想法 他想要召集了一些 在一样做吉他教学工作的朋友们 大家坐下来像是学术研讨会 一样分享自己教学的方法 或者是面对的困境等等 因为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所以没有多想我就答应了 但是答应了之后我又要烦恼一下 我到底想要讲什么 因为自己平常 不管是大班还是个别课 教学内容的守备范围都有点广 也有点杂吧 想来想去 如果要给其他 一样在做吉他教学工作的老师们 有什么建议或是分享 我最后就决定要讲 数位音乐对于我这个人的练习 或是教学以及发展上面有什么帮助 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类比的人 就觉得一切事情最终的核心就是回去练我的乐器 这样子的思维去看待世界 那因为一些 因缘机会吧 然后我就接触了数位编曲 后来也练了混音 那做音乐现在可以像是画画一样 就是从一张白纸做到最后可以直接卖出去 这样子 那我想每个人走的路都不太一样 那我就分享一下这些东西 怎么样改变我走的路径 然后怎么样帮助我达到某一些事情的 算是顺畅或是成功吧 因为期待7月10号看到大家来到台北场一起参加这个盛会 所以今天我就不先透露我到底会讲了什么 那高雄场其实是感觉上异常的温馨跟有趣 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高雄场自己得到了什么跟观察到什么 他的形式有点像是一个老师上去分享20分钟 然后有另外20分钟是大家提问 就他说的东西来跟他互动 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当天最后一个讲者鸡堂老师 他跟大家分享的一种新的教学的方式 大方向来说大家都想要摆脱教个别课 这件事情因为他的时间成本比较高 所以有人在做就是影片的课程 然后也有人在做团体的课程 那鸡堂老师分享他的know how是说 他这个有点像是把线上跟线下整合 他做了一系列的乌克利利的教学影片 那学生像是缴年费的方式加入他的会员 那他每次会给两三个影片的连结 让他去看 然后并有指派作业 等学生成功交回作业通过之后 他就会给他下一期的课程的连结 也是两三个 进度就是由学生自己掌控 如果他练完了教完作业 老师就会给他新的功课 而且在他教功课 如果没有达成他的期望的时候 也会给他一些feedback 他可以拍影片回他 或录音或者是文字 那因为这个方法在台湾走的算是蛮前面的 所以就引起了现场很多老师开始讨论并且问很多细节 比方说金流怎么做是汇款呢还是怎么样确定那个金额 那怎么开始 那如果中间过程有比方说退费的纠纷要怎么处理这些 就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目前他说他run了一年 感觉还算是蛮顺畅的 而且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教 就是实体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课程 哇大家都露出这个羡慕的眼光 那其实如何创造被动收入都是 现在的音乐老师或是音乐相关人员 一直想要追寻的事情 不管从版税还是从一些出版物上面 那各种数位平台或是线上教学如何线下线上整合 让学员的体验跟学习效率更好 都是一直大家在努力跟思考的事情 即便他提供这个方法 不见得百分之百适用在其他老师的学生受众 或者是教学内容上面 那也会触发我们去思考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或是哪些东西适合这样子做 或者是如何改造或改良这个方法 让他适合自己 所以像这样子的讨论跟论坛 我就觉得变得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等于是我们平常都在 在个人的这个小世界里 所以很少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 跟大家交流 而且就是分享自己 觉得重要的事情或是重要的方法 所以就变成这个论坛 让我觉得它闪起了光芒 尤其我们现在在面对这种 少子化的威胁 以及娱乐的转移 所以在教学这个行业 无非是注入了一个温馨的火水 所以期望大家的7月10号可以来师大这场 那其他老师还有分享怎么样 用更简单或是容易入门的方式 介绍曲风啊 还有从大陆回来老师介绍一下 现在中国他们那边的教育的现况 那也有吉他魂的版主河豚老师 帮我们讲一下现在偏乡教育 关于这个吉他上面教学的困境等等 那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那也不限定你的乐器 也不限定你的程度 所以7月10号的师大厂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来到这边 跟大家共襄圣局 那肯周说说就下次见啦